2012年初冬 走边关设置组从内蒙古西部阿拉扇蒙起城 沿边境线一路向东 穿越大漠戈壁 茫茫草原和原始森林 最终到达内蒙古东被缴的安和哈达边防连 本集为您讲述呼伦贝尔某装甲步兵营的故事 离开童话世界阿尔山 沿中网边境线前行 左边关设置组即将进入我最大的草原 不论贝尔大草原 此时的草原上风吹草地现牛洋的壮美景象 早已被大雪深满 但由于没有人为污染 这里的雪显得不外扣量极高 我们这一天的目的地是中网边境线上唯一的一个借骨 贝尔某 现在天气比较寒冷一下 达到了三十一度左右 今天天气比较寒冷 据随行的边防团政治处处任介绍 我们已经进入了高寒地位 这里的特点就是浓 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二十度 我们要去往的贝尔湖 在这个季节更是达到了零下四十度 在如此严酷的低温环境中 助手边防的战士们将会迎接怎样的挑战呢 但当设置组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的时候 我们的二号车突然发生了异弹 一遍 别倒 毕业 那个是悬泳了 prendang呢 别压别压 utility 这儿的雪太大了 一不小心 然后我们的车 就一下子 滑到了这个树沟里面去 像我旁边的这个沟不是很深 如果要是深的话 可能就会出大事了 太可怕了 平复一下心情 别拍了 零下三十度的低温 让路面完全结冰 美丽的冬季跑源 给了我们一个下马飞 我们才意识到 在大草原严酷之美的背后 隐藏着的却是位置的威胁 就在我们顺着中猛边境线铁丝网 继续慢速前行时 车队前方一队伸着白色斗篷的战士 引起了我们的好奇 就在战士们 经济速度放缓的时候 我们赶忙前去询问 今天 走到哪儿 咱们今天 这个前方 二十米地方 进行复营 就在这一片区域啊 是 今天天色太晚了 沉液比较冷 对 现在这个温度大概有多少度了呢 现在这个温度大约在0.36度左右 36度 战士们告诉我们 他们即将奔赴 距离中猛边境近三百米的地域 在那里进行一场特殊的军事行动 一下车 还没有和战士们聊几句 自古的寒气 就吸引了记者的全部注意力 今天真的挺冷的 真的可以说是滴水成冰 因为今天 一路战士们在奔袭的时候 我们明显能够看到 很多战士出汗了 然后他们的眼睫嘛 还有头发 就瞬间就 凝结成了这个硬的了 零下 36度是不是什么概念呢 我想 我可以给直观的 给大家做一个试验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 干毛巾 大家可以开始软软的干毛巾 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杯子里的水 倒在毛巾上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 就是这样一个很多水的毛巾 现在我们就在风里面降幽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再不停不停 这样幽 看 这个毛巾已经被钉成一个 硬邦邦的一个冰柱子了 可以展开一下 只有十几秒的时间 水就可以凝固成冰 这叫真的滴水成冰 我觉得我的手也冻得够欠了 这样的沿海 让我们不禁为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感到担忧 在滴水成冰的环境中 他们又要进行一场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怀着强烈的好奇 我们决定 暂时不去拍摄贝尔胡 而是先跟踪拍摄官兵们的军事行动 其实现在的时间 仅仅是我们的下午的四点半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天已经几乎全黑了 而且温度急剧下降 我们现在已经换上了这个部队 发的这个军大衣了 那我的身后呢 官员们正在搭现 今天晚上他们所要住的这个帐篷 江部长 那个咱们现在塑影的这个地方 到底是个什么地域啊 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这附近的这个情况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呢 是距离边境线比较近的一幅挖地 今天晚上呢 我们在去塑影 这个右前方 这个树毛的一线 是我们的哈拉中蒙街河 哈拉哈河 哈拉哈河请教授过 对对对 我们对面呢 就是蒙古国 白天的时候呢 还能看到它这个连队和哨所 就离咱们很近 对很近很近 对 好了你们我忙去了 好嘞谢谢您 参谋长很快就结束了 与我们的交谈 看得出此时的他十分忙碌 而对于战士们正在执行的任务 他也是三歼七口 并且以距离猛方少楼过境为由 婉拒了我们留在这里 进行夜间拍摄的请求 那么在这段中蒙边境线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决定留住在附近的阿木古郎镇 期待第二天能够找到答案 第二天一大早 发动机的轰鸣声就打破了这座边陲小镇的宁静 三辆装甲车行驶在小镇街道上 气氛显得格外紧张 据了解他们的目的地正是专往边境线附近 怀着强烈好奇 我们迅速去车前往前一天晚上 战士们的坐影 希望能提前了解到这里究竟在发生着什么 让我们意外的是 在前一晚大好的帐篷四周 现在异常安静 政治处主任高启威让我们稍作等待 等参谋长批准后 才能让我们进一步拍摄和了解情况 最低能达到四十三四度 四十多度 就在我们等待参谋长批准我们拍摄的近隙 一辆野战垂石车升腾起的热气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这是在做饭吗 是 你这手就直接这么在外面 冷不冷啊 不冷 不冷 那戴手套是不是不太方便呢 不方便 你能描述一下你现在手的感觉吗 你这个人麻木感觉 麻木了 看 我的天哪 我看你一直在伸舌头了 也是冷得不得咬了 不是 你慢点 你做什么 简直就是在窃冰口 面对记者推士班战士们的话语并不多 甚至显得有些谨慎 但是从他们动得有些发紫的双手 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 在这样的严寒中 他们为了一场军事行动 所饱含的高温鲜 这个是三寒鱼 这够多少人吃的 这够四十多个人 四十多个人 这因为是两个锅 两个锅 可以做两个菜的同时 这个是三寒鱼 哦 三寒鱼 虽然在外面但是伙食还挺不错的 您正好吗 在这种滴水长冰的严寒中 战士们的高潮的热情 让我们感受到一阵阵暖意 不过就在不远处的参谋长 却把我们迅速带回紧张的氛围中 尽管经过血伤 参谋长杀减人 同意了我们的拍摄 但是他却无暇顾及我们 一起伪装 快 在参谋长对战士们严厉的智慧 和忙碌的深夜 透出某种事情来临前的紧张感 据了解战士们现在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刚才我们看到的三辆装甲车 被抓换边境公众怕 三辆大考园上挺平坦的 这个装甲车尾装应该挺困难吧 对 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一些低窝的地方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它这个装甲车的通过 往上扎上以后 把这个雪 埋上 埋上 现在我的手是如同刀割一般 疼死了 它们应该这么容易 那现在呢 这个装甲车已经进入了最后最后的这个伪装阶段了 所有的人都在往下面撒雪 然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砌了好多这个雪砖雪墙 因为啊在这个茫茫的草原上面 可能伪装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太平了 很很难找到这种很好的这种掩体 能像旁边这种高的地方就可以掩住 但像这些地方掩不住的地方 战士们就利用这个厚厚的积雪 把它缩成了这个雪砖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接缝 是一块一块 一个方针一个方针堆砌起来的 虽然记者对战士们进行了伪装行动 感觉很新鲜 但接下来我们摄像师的体验 却让我们对官兵们有了很大的正视 我们的摄像师每天都在扛着摄像机进行拍摄 体力相对较好 但要反对这样一块雪砖 仍然让它感到十分吃力 可以想象 战士们要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 在极短的时间内 把它们累成四五和方甲车一样高的雪翔 将要有着怎样的付出 十分钟后 装甲车伪装完成 虽然并不是我们想象中装甲车被雪全部引来 但在这样的低温情况下 三辆庞然大雾 能够瞬间消失在边境公路旁 仍然让我们不得不清晃 官兵们为什么要把装甲车 伪装在这段边境线上 还是我们说的这个情况是比高峰震撞 不需要强迫覆盖 漏一小部分根本是看不出来的 三百云 还没有来得及问清楚 我们右随参谋长来到了不远处 东央呼叫 东央呼叫回答 杜梁收到杜梁收到杜梁收到 情况解除 情况解除 处置 杜梁云位 杜梁云位 各处注意 杜梁解除 我们这才意识到我们身边一直隐蔽着很多战士们 而我们却一直没有尝识 而此刻我们也感觉到 当下达完情况解除的命运之后 杜梁云杀贱人的伤情也显得轻松了很多 居然主动向我们介绍起了情况 只能露出两个人 只能露出来 剩下全是白色的 这怎么样 在一瞬间就能藏在血地里 很近 然后我们都发现不了 这个是要技巧的 行 一名战士 再次为我们掩饰了 它是如何瞬间消失在茫茫血缘中的 什么感觉要拍在这 这是 我现在麻了 脸上就像到胳膊一样 特别冷 特别冷 对 那你们拍在这行吗 还行 就是穿着 连着这种 羊毛 对羊毛 在气温接近零下四十度的地方 寒气透过人的每一个毛孔 只往骨头缝里钻 虽然只是短暂的采访 但战士们的眉毛 睫毛和面罩上 已经挂满了霜 我们无法想象 是怎样的意志力和身体素质 支撑着战士们 在这样的严寒天气里 一动不动地 潜伏在边境线上 在我们返回宿营地的路上 显得放松了很多的参谋长 终于面对我们的镜头 透露了此次军事行动的目标 湖面又没有铁丝网 进行边境组合 因此 头渡走私 飞察普遇的事件 时有发生 驻守在边防一线官兵们的任务 在堆进就格外不重要 然而 恶劣的堆进环境 又是不爱官兵们 执行任务的天然拦路 因此 每到冬天 管理的装甲步兵营 都会派出兵力 对边防一线连队进行指引 这样的训练正是为了让战士们 在执行前 进一步适应一线连队所处的野外环境 如今 为期两周的冬季适应性训练 已到了最后一天 而参谋长之前一直对我们保密 就是因为担心采访拍摄 影响到战士们的训练 毕竟 这些前来支援一线虚弱的官兵们 面对的是韩党的地域 很敏感的边境地区 以上午的训练终于结束了 战士们也终于可以吃上热乎乎的饭菜 太香了 在大雪片里 能吃到这么热乎乎的饭菜 真的很香 况且我们的战士炖的真的是 有滋有味的 由于地面扛瓦不平 在拍摄过程中 我们的视像是饮品摔倒 这也让我们感受到 战士们在这里 完成一系列的训练任务时 除了要克服严寒 还有掩埋在大雪之下 难以变别的地形 这儿雪太大了 走路不小心就会晒降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刚才在雪地域潜伏的战士们 通过聊天 我们也终于知道了 他们是如何比喻严寒的 慢慢就裂出来 打一瓶冷水往那一放 三五分钟不要 两三分钟就已经结成冰了 然后我们就敲开 把这个写的写 这也是锻炼耐收的吗 在这里开访不到半天时间 记者就已经出现了感冒的症状 而这些年轻的战士 从家乡来到遥远的北国边防 面对陌生的环境 他们在一年又一年的寒冬里 一次又一次地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雪域是每年冬训都要进行的课目 而此刻一直对战士们严肃苛刻的参谋长杀箭仁 也露出来很难得的遗言 战士们尽情地拥抱着言谈 也在欢笑中接触了 他们这一年的冬季适应性训言 而迎接他们的 将是在边防一线直前中 更为严重的挺战 在参谋长的带领下 我们设置组和几名支援 第一线直前的战士议题 终于来到了秘儿部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风动的贝尔湖的湖面上 那由于下了雪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冰面了 但是隐约呢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浪花的痕迹 那我请问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了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这种涌动的浪花 竟然能被冻成它在卷起的那一侧的那个状态 可以想象这个地方的冬天是多么的寒冷 冰封的贝尔湖上 装甲护兵农的战士和东方连的战士们 一起踏上了群怒的地方 虽然在这里并没有一个像他们党杀箭人那样严厉的总教头 来拘束着他们 但在经历了东迅的讨厌之后 相信他们能在这个连时间都被冰封的地方 钢铁般的为土国放哨战港 一条绵延不绝的神圣编发 以此触动新闻的真强记录 一幅寻观编赛的众美画卷 一首宿编艰难的鸡血唱歌 大型电视纪录片总编冠 中央电视台军事即时 心情欢